上月1月底40岁男神胡歌关宣声女当罢喜讯 先见三唯一留守儿童正式脱单加入新手人妇行列 网络上一片祝福声浪 为了保护圈外太太的隐私 胡歌并未向公众介绍孩子妈 但在互联网时代早已无秘密可言 有网民扒出胡太太正式胡歌的生活助力黄西宁 据知情人士透露 胡歌于小11岁黄西宁相识六年 两人日久申情终修成正果 并于去年20229月份在上海凤子晨婚领证登记 今年20231月下旬喜货爱女 晋升为幸福三口之家 为了交气安全生产及产后瘦身 老胡特别选择上海美华妇儿医院皇后套房 三天十万家 2月9日上午 知名余记董瓜瓜释出一则唐烟父亲抱着 外孙女小小堂现身上海徐汇区美华妇儿医院的画面 想必是特意前来探望 人在该医院坐月子的胡太黄西宁 及小小堂的旧妈 众所周知 胡歌与唐烟四交甚度 两人因合作 先见旗霞转三结下情义友情十余年 据狗仔爆料称 当晚八天色见黑时分 唐烟的父亲唐红威 抱着小孙女快步现身美华医院地下停车场 身边还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士同行 像是唐烟的母亲李同燕 据悉唐红威是一名行政职员 李同燕是一名外企白领 夫妻二人退休养老后 便担负起照顾孙女责任 曝光画面中 被老爷外公抱在怀里的小小堂 十分乖巧安静 不哭不闹 见其当日身穿一件粉红色脸帽 小羽绒服搭浅色长裤 小彩喜庆公主鞋 小朋友戴萌可爱靠在老爷肩头 虽说小小堂戴着口罩未能露出真容 但眉宇间仍透着一股灵气 遗传父母基因特别是长腿 唐烟父亲抱着孙女一路前行 走至电梯口附近 才放下小小堂自己走路 见他一手拿着纸质文件袋 一手牵着孙女走 背影画面温馨满血 期间小小堂不时回头望向姥姥 似乎在催促着他快点跟上 心里十分急切见到舅妈 就连狗仔都调侃称 这是等不及要见小妹妹吗 正在录制综艺的唐烟 想必是难以抽身 故而让父母带着女儿先行去探望黄欣宁夫妇 但他本人曾在胡歌关宣喜训当天三十一 转发贺喜称恭喜舅舅、舅妈 小姐姐就可以陪妹妹玩耍了 唐烟与丈夫罗靖于2018年10月拉埋天窗 2020年2月诞下一喃喃 小小堂今年已三岁 与之同时 胡歌、黄欣宁夫妇正在忙着向亲朋好友派发生娃礼盒 但暂无举办婚宴计划 从福建普城网友晒出收到的礼盒来看 外面用一块红色方巾包裹着 上写吴嘉游喜四字且配上精致的索扣 打开后 里面有两颗巧克力 一块肥皂等 网上售价约50元 礼清情义重 此前 媒体一直报道 称胡歌太太黄欣宁出身高知家庭 是娇大博士 天之娇女 云云 但真相并非是这样 出身于福建普城的黄欣宁 爸爸是包工头 人称黄老五 妈妈是一名中学教师 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毕业于厦门华夏职业学院的她 在北京学习化妆 后来进入胡歌团队实习 从一位服装协助上尉陈胡太太 戏剧源于生活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